做的就是那個本來是要做選舉支出的那個 的回報系統的監看系統 但是後來發現啊 就是第一步應該是要先去取得 就是說他們這個選舉就是在那個 在媒體宣傳上面要花多少錢 這一個可能會是我們比較容易做得到的事情 那就第一步就是 先從他們做了哪些媒體宣傳這一邊來著手 那我們想到的方法其實是從那個手機 現階段是先從手機AVP為主 那就是利用手機內建的拍照功能 然後去拍攝下他們那些那個候選人 他們的一些宣傳宣傳造勢的活動 然後取得資料之後再藉此在第二階段去 透過那個就是專家來顧家來最後得到一個 就是他們在選舉的宣傳上到底花了多少錢 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那經過今天一整天的討論之後 我們把幾個那個scope 就是他第一個他今天看的scope有哪些 先這個字有點小 那橘色的這一邊 就是我們認為可以用手機AVP來做的 那一個就是戶外的大型廣告看板 然後接著下來是那個報紙上面的廣告 然後雜誌上面的廣告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其他的平面文宣 然後他們有一些那個就是宣傳小物 比如說像是筆啊 面紙這些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是那個公車內外的廣告 然後宣傳車造勢晚會 然後網路廣告 然後那個網路簡訊 或者是說LINE 然後再來是 然後再來是宣傳旗幟這些東西 那其他的比如說是像PC端的網路廣告 或者是說比如說像最貴的那個電視的廣告 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來檢測這樣 那在監測之後 在因為他是一個從拍照衍生出來的一個AVP 所以基本上他的流程會是這個樣子 就是先拍照 然後你要上傳資料之前你要先選說 這個是什麼東西的照片 然後有一些照片 他可能沒有辦法去取得 我們認為必要的那個資訊 那這個時候 AVP 本身要支援一個手動輸入的功能 然後輸入完之後再把它上傳 然後 這個是RAWNATA的資料庫 應該會是長的這個樣子 一個就是他當他是大型看板的時候 他可能因為手機拍到他本身就會有定位 然後還會有拍照時間的資訊 所以這個系統直接刷就好 那報紙廣告 然後他就會需要手動輸入 這個是什麼報紙 然後他的日期是什麼時候 然後在雜誌的情況也類似 那其他平面文圈的話 就是直接刷那個拍照的那個系統內建的資訊 然後再來就是要經過一個一次加工 那這裡有一些東西或許可以用那個機器識別的方法來做 但其實我們覺得我們最後能夠實現的 還是會需要用志工來就是手動加黑的這樣的做法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